sirato sirato No sir No sir 我上了 我們今天要做 我們 現在新品的話 基本上是已經連載結束了好不好 暫時大家應該是看不到勝任啦 所以我們今天的話 是來開一下我們久久沒有開的 父騎系列好不好 然後我們今天要開的這個騎士啊 算是我的頻道啊 比較少開的一個系列 我還在想想 嗯? Dolive我們好像都沒有開很多 所以呢 我們今天要來開 這一組 超越Dolive的一個次世代騎士 Maha 專用這個馬赫驅動器 鹽 有夠中二 哈哈哈哈 欸這個名字還蠻帥的好不好 因為我個人覺得在腰帶上 見到這個驅動器後面還多加一個字 算是比較罕見的好不好 所以這個話基本上 中二破表 還是被他們帥 出登場也是 OK嗎 好久沒有看到這麼簡潔利路的腰帶啦 哇有點興奮啦 所以呢 我們今天就來幫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這個Dolive的一個富奇OK嗎 大家應該對他的印象都蠻深的 畢竟他一出場 那火花四車這樣 打得還從容不破 當然我們今天除了開箱 我們這個馬赫富奇的腰帶之外呢 他專用這把輪胎槍 也會幫他一併介紹OK嗎 因為畢竟他們出登場的時候 是這兩個套件一起出來的好不好 所以呢 我們今天就來個 馬赫大海箱 來 那我們就先來介紹一下腰帶吧 這一個就是我們馬赫的腰帶好不好 喔~~ 欸 我真的覺得馬赫要設計的 非常非常著好看 非常簡潔利路 也很貼合他本身的一個設定OK嗎 因為他本身是用autobi進行變身嘛 所以基本上 這看起來就像是autobi那個噴管 你有沒有發現 排氣管啊 這個等一下是燈光會發揮的地方 等一下我給大家做個說明 前端部分的話 放置摩托車的一個地方 這個腰帶設計 基本上是讓他的變身道具做個外露 拿捏得剛剛好 可以看得到變身道具之外呢 這條腰帶我會發出特效OK嗎 所以算是一個 新平成系列裡面比較典型的一些腰帶 然後呢 我們再來看看他的一個周圍 喔~~ 欸我覺得他這藍色超有質感耶 他們才用金屬藍做一個配色 有沒有 完全金屬藍啊 質感非常非常之好 而且重點是他這邊還有設計兩條線 這個兩條線基本上是有意為之的 本身馬赫的話 他的比較像是一個賽車手的服裝 賽車手服裝的話 他本身就是會有很多線條 這邊還有做兩個線條 我覺得是還不錯的一個巧思 這邊的話也有一個線條 然後這邊的話也有藍色的一塊 下半部分的質感其實做的也算是非常非常之優耶 他也是一樣是用金屬藍做一個塗裝 而且重點是有各種各樣的紋路 非常有那種賽車那種機械感啊 簡潔俐落 但是呢 卻又有非常多巧思的一條腰帶 這一個是他的一個 AutoBite好不好 這個AutoBite的話 基本上就是馬赫基本形態 屬適合的AutoBite 這AutoBite的話我們稍微看一下 他上面有一個泡在這邊 上面這邊還有兩條紅色的線條 然後呢 他前面這邊輪胎其實有刻畫一些紋理 有沒有 他的輪胎會動耶 再來是中段的部分 中段部分就跟一般機車一樣 就是坐墊啊 還有機車的一些前段部分 之類的一些結構 後段部分就是有個R的標誌 因為他本身的話也是跟Dolive是屬於同一陣營的 所以就算他標誌的話 相似的好嗎 上面這邊的話也有兩條馬赫著名的一個紅色線條 所以整體的設計算是非常不錯 然後呢 背後的部分就是 他的一個條碼跟大家說明一下 我們現在就讓他開氣一下 Let's Henshin 這就是馬赫的一個完整變身好不好 哇我真的覺得馬赫的變身非常非常之帥啊 摩托車啊 插進去之後呢 配合這個騎台 這整個腰來完整的樣子好嗎 而且重點是呢 這邊還有一個棒點就是說 你會發現他這邊有個透明的殼 可以讓你看到R的標誌啊 不然你換哪一台摩托車啊 基本上他這邊的標誌都會露出來 給你看當下是什麼形態 你在這邊再變一次再跟大家說明一下 Signal Bike Rider Maha 有沒有火也會噴出來 這就是官方的一個小巧思 當你AutoPi插進去的時候 它AutoPi的尾端就會連接到這個排氣管嘛 這個排氣管就會開始噴火 哇 非常之酷啊 算是一個完美的一個聯動結構 而且我不知道大家會發現一個點喔 其實它是有兩種代機音的耶 我們稍微給大家聽一下 有沒有 第一個代機音 這是屬於比較偏向於 真的是在代機狀態的一個音效 有沒有 這個的話就是馬赫的代機音啊 非常之華麗 有沒有 非常之帥 這邊還有一個能力就是說 因為馬赫他在出登場時 他不是有狂壓對不對對不對 然後那這條腰帶也可以實現 我們稍微試玩一下 Sort! Sort! Matter! Sort! Ma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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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應該有發現一個點吧 40下才可以發動能力OK嗎 然後那這個壓的話 就是發揮信號模特本身的一個能力的一個系統 哇,它這個最還原我覺得很棒耶 我當時以為這個系統可能不會還原 結果它有耶 這個馬赫的話也是有搭載一個必殺機 哇,它變白光耶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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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哇,哇哇 它這個火燕的話,它基本上是可以做漸層射的 欸,這樣比我想像有內容很多耶 現在才很意外這樣 我當時以為它會稍微刪減一些 除了必殺的音效沒有像劇總一樣這麼帥之外 我個人覺得 基本上是完成保留它該有的一些系統 來各位,我們剛才講完腰帶之後呢 我們又來試玩一下它的 武器好不好 這一個的話基本上是馬赫專屬的一個武裝 前輪射手跟大家說明一下 基本上它的外包裝就是前輪一個前輪射手 我要加上一個大概的馬赫 然後這邊還附一個形態轉換的一個信號摩托 你會發現這變成右轉標誌 等一下我跟他說明 然後這邊的話一樣我們跟馬赫 馬赫再加上前輪射手 背部的話就是一些他玩法的說明 基礎射擊啊 前輪攻擊啊 插入之後的必殺、發動 他附的這個信號摩托 可以跟我們的腰帶做個連動 與其講那麼多部直接開箱 喔 他這不用想像漂亮太多了吧 這也太帥了吧 他超大把耶 應該快要近乎1比1 但是可能還需要再稍微放大一點點就好 他的比例我超滿意 他前面部的話 希望跟我們剛才開馬赫的信號摩托一模一樣 就是前面有些砲啊 然後加一些白色的鎧甲 這邊的話有做一片殼 那些像是卡槽的概念 然後上面這個的話是軟性材質 所以基本上大家是不用怕它斷掉OK嗎 白色好美喔 再來是輪胎啊 或是基礎一些結構啊 什麼碟盤之類有了沒的 再來是這個前輪 這前輪很好看好嗎 就算內框的話是白色 然後再配上一個紅色的一個圈 外面的話就是一個輪胎 這邊的話有多一段白色 這個白色的話基本上就是 等一下出發的時候需要用它的一個結構 跟大家說明一下 然後我們在這邊現在沒有音效的情況要轉一下 這轉起來其實回饋感很好耶 再來是它這個輪胎的一個 類似後蓋的一個東西啊 再來是握把部分 基本上它是這樣延續下來 然後變成一個握法 這樣的一個設計OK嗎 這邊的話就是插信號摩托的一個讀具槽 而且這邊有搭載LED燈 哇哇哇前輪射手 再來是它附贈的這個信號摩托啊 這個信號摩托的代號是轉彎 你看這邊有個轉彎的標誌 前面有個輪胎跟大家說明一下 而且還是做透明的 在身上那種綠色的一個亮粉殼 還有它的一個引擎 OK我們現在稍來示範一下 就是摩托車轉換型它怎麼轉換 signal bike signal call on signal call on 這時候轉換完之後呢 你就會發現馬赫身上的輪胎 就多了一個轉彎的一個標誌 OK嗎 然後發揮一下它的特性 signal call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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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點像是那種拋一些那種聲音感覺 因為基本上它插入這個之後呢 它所有的子彈都是會轉彎的OK嗎 然後我們來測一下必殺技 signal call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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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我現在一直在看它那火焰 它那火焰的話是有氯轉變 這火焰的特效是有改的好嗎 我覺得算是分分分用心的一個點 還不錯 玩完那個之後呢 我們要重點的玩一下這個 前輪射手OK嗎 這個的話基本上就是屬於馬赫的一個長處戰力的一個道具OK嗎 signal call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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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很特殊耶 它這個的設計畫是你射擊會有音效 然後射擊畫音效才會跟你講型態 它不是先講型態而是先用射擊 這樣的話可以省下一些就是做型態切換的一個設計 安省的 signal call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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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就是教大家玩輪胎的部分 因為基本上它這個的話是可以使用射擊也可以近戰 所以基本上它是兩用的一把槍 signal call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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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大家你好奇啊 必殺技的部分我們來試玩一下 signal call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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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你可以使用扳機觸發 你也可以使用輪胎觸發 所以它一共是有搭載近戰跟遠程兩桶必殺 我真的覺得他們拿前輪當的武器 我覺得算是一個蠻酷的設定 我來試試看如果使用馬赫的話 signal call on signal tür signal call on signal call signal call on signal call on signal call on 它這個的話基本上觸發的都是一啊 這個並沒有帶任何條碼 他就是 插入哪一個都是同一個必殺引 我們今天是將馬赫的初死套包給全部開到完 腰帶還是前輪射手 都讓我非常驚豔的 所以馬赫系列包算是滿飢渴的一個系列 好! 以上就是我們這支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請大家訂閱我的頻道 每週每週都忘記一下 掰掰